今天我们继续来吐槽这部所谓的纪录片 如果有新来的观众老爷不知道我吐槽的是什么 你把现在这个画面定格几妙再去搜索一下就明白了 这个纪录片的第七集讲的是明光凯说 到底要不要看这一集要不要讲这一集 我真的纠结了好长时间真的 首先一看标题就知道讲的肯定是唐朝 我本身对唐朝历史文化文物就非常感兴趣 看着这个纪录片肆意妄为的糟蹋中国传统文化 我本来就糟心你说这个 但是我知道总是发脾气不好 所以这些吐槽我尽量不生气尽量 首先这一集开头动画是历史背景介绍 注意历史背景是唐初公元630年的阴山之战 通过这个引出明光凯 公元630年在阴山脚下的广阔草原上 唐将李靖统率的十余万精兵向东突厥的部队发起进攻 最先发起冲锋的唐军是一支明光耀眼的骑兵 面对着越来越近的唐军骑兵 突厥士兵毫不犹豫地拉开硬弓 发射出遮天蔽日的剑雨 射向那些闪耀着金光的骑兵 然而剑雨没能阻挡唐军冲锋的步伐 阻挡住剑雨的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明光凯 按照节目的说法 阴山之战中唐将李靖率领十万大军和突厥交战 然后派遣的先锋 全部装备明光凯 金光上扇的 然而对不起 这又是这部纪录片在湖州中国历史了 他描述的阴山之战和中国历史上的阴山之战 毫无关系 我们来看相关的历史记载 综合旧唐书新唐书自治通鉴 我们可以知道 阴山之战的大体过程是这样子的 当时协力可汗的主力部队 已经分别被李靖和李济率领的唐军打败 协力可汗逃到了铁山 在今天的阴山山脉北部 还剩几万人马 这个时候协力可汗搞了个缓兵之计 希望和唐朝和谈 唐朝呢也派遣了史臣唐姐安抚突厥 这个时候李靖和李济两个人已经在白盗会时 他们两个判断 协力不是真的想投降 如果等他缓过气逃往末北 那就很难追击了 眼下有史臣在 协力一定会放松警惕 如果挑选一万精锐的骑兵 带二十天的粮食发动齐齐 一定可以活捉协力 最后李靖李济力排众议 李靖在夜晚发兵 李济率领大部队跟着 注意 带二十天粮食 不代表他们前往铁山行军要二十天 他们的发兵地白盗 在今天的呼和浩特市北郊 目的地铁山在阴山北部 距离大概一百多公里 而且 这是起起行动 所以速度肯定比一般的行军会快不少 途中 唐军遇到了许多突厥侦察兵 都将这些人俘虏 没有走路任何丰盛 随后唐军找到了协力的牙杖 所以牙杖就是将帅所在的帐篷 可以理解为野战指挥所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 还可以理解为首都或者克汗的宫殿 李靖让苏定方带领两百骑兵 作为先锋 趁着大雾发起进攻 但是有一处细节记载 不同史书有争议 旧堂书卷66李靖传记载 当时李靖的军队距离协力牙杖十五里的地方 突厥才发现唐军的踪迹 新堂书卷93李靖传 和自治通鉴卷193唐记九 记载的都是去西牙杖七里来绝 但是有一个关于苏定方两百先锋的记载细节 是一样的 旧堂书卷83苏定方传 和新堂书卷111苏裂传 注意苏裂和苏定方是一个人 苏裂自定方 当时苏定方率领的先锋 在大雾装发起攻击 在协力牙杖一里的地方 大雾消散 望见了牙杖的准确位置 总之李靖利用夜色和大雾发起进攻 协力可汗压根来不及组织防御 协力可汗当场骑千里马跑路 突厥溃败 唐使唐俭脱身得救 这一仗 李靖率军斩首一万多人 俘虏蓝女十万多人 杀了协力可汗的妻子 俘虏了协力可汗的儿子 因为这一战李靖趁夜发兵 同时又趁着大雾发起奇袭 所以这一战也被称之为夜袭英山 是一次著名的奇袭作战 放眼全世界 也是中古时期斩首行动的典范之战 细数一下 节目里历史背景介绍的历史错误吧 首先 李靖带领的总共多少人呢 根据史书来看 这是一次奇袭斩首行动 不可能是视频里介绍的十一万精兵 其次 李靖让先锋利用夜色和大雾前进 所以不可能是明光耀眼的奇兵 哦 我明白了 难道说 明光凯是带电的 本体其实电光衣 唐军穿着电光衣 一边摇着花手一边冲锋 那么问题来了 唐军嘴里唱的 是社会摇 还是波波山呢 最后突厥人 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 不可能有序密集的发射弓箭 这是三个根本性的历史印象 另外 史料中没有明确的提到这一战 唐军是靠明光凯打赢的 当然 我也不能说唐军这一战没有用明光凯 对吧 算他不严谨吧 我看了一下纪录片的进度条 去掉片头 总共进度条走了64秒的时间 三个历史打赢商 一个不严谨的地方 这部片子 最令人生气的地方 并不是他的无知 而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对中国文化肆意的践踏 对中国历史肆意的亵渎 随后纪录片中出现了所谓的复原的明光凯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节目组所谓的复原 完完全全是易造 首先 纪录片认为明光凯的得名是因为有护心剂 在铠甲的胸前背后分布有椭圆形的金属甲片 人们称之为圆护 他们在阳光的照耀下 可以反射出夺目的光芒 明光凯因此而得名 这个说法其实早些年的学者提出来的一个假说 并没有实际的证据 而且通过一些相关记载来看 明光凯和护心静应该没有直接的联系 我们先来看看古迹对明光凯的一些相关记载 最早关于明光凯的记载 是三国时期曹植的一段文字 先帝刺成凯 黑光明光各一句 这里和明光凯对应的还有所谓黑光凯 如果说明光凯是胸前有正光瓦亮的护心静 那么黑光凯是什么呀 胸前有黑不溜球的护心静吗 其次古迹中屡次提到所谓明光细甲 例如唐代的韩红有诗句 明光细甲照鸭侠 昨日成恩拜虎牙 宋史齐廷逊传记载 宋朝初年的齐廷逊 从真怀栏赐以明光细甲 如果说明光指的是正光瓦亮的护心静 那么细如何解释呢 护心静是长条状的吗 不合理吧 所以我认为一家之言啊 大家顾且听之 明光凯就是泛指甲片经过抛光的精致铁甲 古代的铁甲一定会考虑防锈 而防锈的手段有涂漆 烤蓝 抛光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防锈效果 所以曹纸笔下和明光凯对应的黑光凯就好理解了 甲片涂了黑漆 或者烤蓝过的开甲 而明光细甲就是甲片细长且抛光过的铠甲 客观说明光甲明光凯泛指抛光甲片的扎甲是我的一家之言 但是我为什么敢笃定说节目里复原的是一遭呢 大家看原片 使他们的防护能力获得大幅提升 片子里很明显 这幅所谓的明光凯 甲片是通过铁环相连接的 同时要注意 片中涉及的历史时期是殷山之战 是唐朝初年 公元630年 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 唐朝初年的明光凯 甲片是用铁环连接的 相反隋朝的相关典籍明确记载 明光凯的甲片是用四绳连接的 隋书记载有隋阳帝讨伐高沟历史期 隋朝骑兵的排场 第一团接青四连明光甲 铁锯装 青鹰符 见酸泥起 第二团 匠四连朱七甲 寿文锯装 赤鹰符 见皮修起 第三团 白四连明光甲 铁锯装 肃鹰符 见辟邪起 第四团 乌四连玄西甲 寿文锯装 见鹰符 见六伯起 这个记载呢 是大业七年 也就是公元611年 距离片中的历史背景 只有19年 以古代社会的发展速度 武器装备 不可能出现大的变动 兴许 那个时候 唐军装备的开甲 有的还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呢 这个记载说的很清楚 青四连明光甲 白四连明光甲 同时这个记载 联系前后文 你会发现 明光指的是 打磨抛光的甲片 更为合理 另外还可以看看 唐朝贞观连接的壁画 甲昼一味图 可以看到 这些使用甲的护心镜 没有那么夸张 另外 这里面出土的铠甲 也是以丝绳 或者皮绳连接的 既然复原是异造 那么说实话 片子里关于明光甲的 一系列测试 就不用看了 南辕北辙 做的越多 错的越多 后面还有所谓 唐刀 突厥刀 破甲的测试 唐刀是冷兵器 谣言最集中的武器 这个三言两语 是讲不完的 好像这个纪录片 后面有一集 讲的就是唐刀 我们到那集再讲吧 本来想吐槽 这里面的射箭测试 但是为了我的健康考虑 还是算了 这期纪录片的 第二个主角呢 是硕 关于硕的定义呢 现在古完全有个 约定俗成的说法 就是把矛头 特别长的矛 称呼为硕 一些三无纹 会给你扯什么 硕的制作复杂 一根杆子 多长多长时间 弹性多么多么好 没有太多神神叨叨的 魏晋时期的广雅记载说 硕毛也 还有东汉末年的通俗文 丰俗通记载说 毛长战八者约硕 综合来看呢 硕就是毛的一种 只是长度比较长 大概一丈八尺 另外硕也可以写作 硕这俩是一个东西 描绘宋代一丈的古话 大驾卢木图里面 就有拿硕的起兵 还有个问题 大家肯定很好奇 硕和枪有什么区别呀 一开始枪是指 削尖的木头杆子 你看枪是木字边 但是差不多唐朝开始呢 枪开始称为毛类兵器的统称 比如唐六点记载说 枪之日有四 一约七枪 二约木枪 三约白杆枪 四约铺头枪 市民约毛 冒也 刃下冒金也 杖八尺 约硕 马上所知 盖金枝七枪短 其并用之 木枪长 步并用之 白杆枪与林所知 铺头枪 金无所知也 可以看出 在唐朝人眼里呢 枪是对毛类兵器的一个统称 朔也是枪的一种 并不是什么稀奇和神秘的 节目里复原的这个朔呢 对比唐朝壁画的话 少了吹音 朔头其实太长了 反而像汉代的朔 而不是唐代的朔 但是总体感觉呢 至少算个兵器 比那个易造的冥光甲强多了 但节目里认为 唐朝骑兵用朔的方式 是和西方的骑士 用骑枪决斗一样的 将朔夹在夜下发起攻击 这个说实话就不对劲了 唐朝有大量的壁画可供参考 我们会发现 唐朝骑兵的冲刺 并不会采用和西方一样的战术动作 而是双手持枪 牺牲一部分冲击力的时候 获取一些灵活性 但是你说唐朝有没有 零星的几个士兵 喜欢加枪冲 那谁知道呢 对吧 但是正有不正无 以偏不盖全 至少纪录片这么说 是不严谨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你看这一期从头到尾 我都忍住了没生气 是不是该走一波一见三连呢 如果是新来的观众老爷 看到这里了 点个关注再走呗 咱们下期再见